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今天上午,民众在台南盛南区黄金海岸沙滩上,发现三只疑似操持海豚搁浅在沙滩上,暗巡人员与金豚保育专家王建平教授获报赶赴现场抢救,初步检视一大两小的三只海豚身上有些消失,生命机向上稳定,已把三只海豚吊挂一运到安南区四草野保区金豚抢救站检查,救护。 三只操持海豚搁浅位置在黄金海岸清水公园附近沙滩,海巡署暗巡人员原本想把三只海豚推回大海,但是只缴潮时间,担心推回大海后又再搁浅上岸,就让三海豚维持在沙滩上,暗巡人员不时用海水湿润他们。 成功大学生命系兼任教授王建平到场初步检视三只海豚,生命机向上稳定,大海豚外表擦伤较严重,两小海豚身上也有一些伤势,王建平找来吊挂金豚专用吊车,把三只海豚吊挂上车,运到金豚抢救站坐,进一步的检验与治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